前几天有好奇网友转发来这段有趣的视频 直接有人将显示器的边框取下 然后把液晶面板表面的贴膜硬生生接下来做成了镜片 结果就得到一副防偷窥眼镜 可以从变成白屏的显示器看到原本的画面 该网友十分好奇 为什么液晶面板接掉表层贴膜就会变成白屏呢 又为什么透过这层贴膜就能看到图像呢 要分析其中原因 就必须从液晶面板的显示原理说起 很多游戏玩家都喜欢用TN面板显示器 它响应快 刷新率高 如果将屏幕像素放大 发现白色像素点是红绿蓝三色组成 其原理是让白光穿过水平偏光片成为水平偏阵光 再穿过一层以90度扭转排列 具有悬光性的液晶分子 使水平偏阵光发生 有区向列效应变成垂直偏阵光 再穿过彩色膜和垂直偏光片 这三个四像素单元就分别发出红绿蓝三色光 混合进入人眼 看起来就是发白光的像素点 如在玻璃机板间施加强弱不同的电场 使液晶分子竖立或半竖立 就造成偏阵光阴部扭转或半扭转 而被垂直偏光片完全或部分阻挡 于是各单元就呈现不同亮度 混合成指定的像素颜色 虽然TN面板的响应速度快 但对比度较低 色彩也不够丰富 只适合我这种抽打游戏的 而另一种常用的IPS映屏 则是让液晶分子保持水平走向 由于水平偏阵光不改变震动方向 会被垂直偏光片阻挡呈现暗态 而通电师家垂直电场 则液晶分子旋转90度 使光线在液晶层里出现双折射 而扭转成垂直偏阵光 这样三色光就混合为白色像素 因此IPS面板通过控制电场强度 就可调节三色单元的亮度 从而混合成指定的像素颜色 虽然这种屏幕的色彩还原度较高 但对比度依旧偏低 奇怪的是 TCL最新推出的Q10L Pro 即仅QD Mini LED电视 所采用的叠异滑药屏 不仅具有7000比1的超高对比度 和6500尼特超高亮度 同时还有288Hz的超高刷新率 画质十分惊艳 据说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VA面板 观察其中某个像素点的构造 发现从水平偏光片穿过的光线进入一个分子保持树立的液晶层 此时光线偏振方向不变 被垂直偏光片阻挡成暗态 给机板通电施加数向电场 使分子旋转到水平 就可使入射光线在液晶层内因向位延迟而扭转偏振方向 变成垂直偏振光并穿过偏光板 使三个四像素发出红绿蓝光并混合成白色像素 因此VA面板通过控制电场强度 就可分别调节四像素单元的亮度 从而混合出指定的像素颜色 由于液晶分子断电时保持树立 有效阻挡了背光 使黑色更为纯净 因此VA面板可达到3000比1的高对比度和很高的色彩还原度 在此基础上 TCL华星将长条状液晶分子改进为叠翼状 使其树立状态的遮光率更高 相应的对比度增大到7000比1 并且叠翼状分子通电旋转后 具有更大的光线扩散角 使视角和色域显著提高 这就是华星WHPA面板 同时普通液晶面板 为了控制各像素的开关 需要给每个像素连上水平扫描线 也就是Gate线 这些密集的线需要占据边框空间 连接到驱动IC 因此会出现很宽的黑边 为此TCL华星采用GOA器件代替密集的Gate线 使高分辨率屏幕的黑边面积缩减 并且还升级到GOA2.0 通过对器件和布局优化 不仅将显示稳定性提升40% 还使黑边缩减到可被边框完全遮盖 从而实现极紧 无黑边 因此升级为华星WHPA Pro面板 再增加一层行业最高等级的 0.5% LRD反模 这就是TCL最强技术集合的 叠翼华药屏 为了给这款优秀面板提供满意的背光 TCL还采用了量子点miniLED光源 其原理是尺寸小于100纳米的半导体颗粒 会因量子局限效应而发光 颗粒越大则波长越长成红色 颗粒越小则波长越短成绿色 并且用蓝光照射红颗粒 就可西蓝光发红光 而照射绿颗粒则西蓝光发绿光 最终这三色光混合成纯净白光 再用柔性光学透镜 让中轴光线散开 四轴光线聚拢 就变成一个扩散角较小且亮度均匀的量子点miniLED 最后将3024到6042个miniLED组成背光矩阵 用芯片分别控制每个单元的亮度 就成为TCL最新miniLED电视的万象分区 这种背光矩阵的控光效果是普通分区的数倍 能够超精细展现画面细节的明暗和色彩 所以万象分区是叠异华药屏的最佳搭档 再回顾开头的视频 去掉面板的表层偏光片 像素点只能发白光 必须透过偏光片才能看到彩色像素构成的图像 说明实验者巧妙必用了液晶面板的工作原理 而TCL华星则是巧妙地对VA面板的液晶分子 器件布局及光学构造进行迭代优化 才使这台无论画质外观还是功能几乎无可挑剔的 Q10L Pro即仅QD Mini LED电视得以问世